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位牧师和一位做肥皂生意的商人 在旅行中相遇就一同行路 那商人说宗教有什么用 你看这世上多少的罪恶多少的困难 经过几千年的祈祷跟传教 教导人去做好事实现真理 寻找和平 到今天整个社会不但没有好 反而更坏 所以我看宗教根本是骗人的 丝毫没有作用 牧师没有回答 两个人继续的走路 过了一会儿 他们来到了一条臭水沟旁 看见几个小孩在泥水中玩耍 牧师就对商人说 你看那几个孩子 你说肥皂能够让人变得干净 难道他们的父母不懂得用肥皂给他们洗澡吗 就是把全世界的肥皂都送给他们 经过这么多年 他们还是一样的肮脏 我想肥皂也是无用的东西 那商人就回答 等一下牧师 有肥皂不去用它 有什么用呢 牧师回答 你说的对 同样的道理 有信仰不去实践 又有什么用 我们常有一种下意识的误解 以为旧约时代是靠行为得救 新约时代是靠恩典得救 所以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信心 不是好行为 其实真实的信心是离不开行为的 马丁路德强调保罗因信称义的道理 似乎是轻忽了雅各书中论行为的重要 但是保罗所讲的信 是信心的对象 是人向着神而去的向往 雅各所讲的信 是信心的结果 是神向着人而来的要求 根本就是一回事的两面 信心把人和神连接在一起 神就赐给人能力去实践 因信而有的好行为 但是破坏这种连接的东西 叫做罪 纵然有信心的恩典 不断地供应 中间的管道 却遭受到破坏 那恩典还是达不到所需之地 眼人就无力行善 好像浇花的水管 如果破裂了 尽量的浇 可是花朵 还是得不到水分 光靠着相信 却没有行为的改变 还是无作用的 所以真实的信心 是需要对付罪 然后悔改 更正的能力 才会源源不断地跟着而来 这样信心才能够增长 今天世上充满了罪恶 教会也是如此 因为传道人为讨好人 只讲信心的对象 而不讲拦阻人到神面前的罪 所以人得不到能力去改正自己 好比小孩子的父母 他只是用肥皂替小孩子拼命地洗澡 却不杜绝孩子下到臭水沟的行为 那有什么用呢 求神帮助我们 谢谢